2010年 香港著名导演王天林去世 儿子王晶发长文悼念 王晶让人大吃一惊的童年经历 才渐渐浮出水面 他小时候一直过得不富裕 因为妈妈喜欢赌钱 经常被人吓套 输得连家都不认识 父亲最开始还是一个小学徒 然后做到场地副导演 即使已经成了副导演之王 拍了导演90%的戏份 也只是拿一点可怜的薪水 最穷的时候 家里只有7块钱的存款 所以王晶从小就没有游手好闲的资格 最贵的消费就是去电影院看电影 她是一个狂热的电影迷 很早就立志要拍一部青史留名的影片 15岁那一年 家境刚刚有好转的趋势 母亲又出去赌 欠下巨债 父子两人全都崩溃了 王晶哭了一晚上 然后发誓以后都不会再哭了 为了改善家境 王晶在暑假期间来到TVB打工 被安排进欢乐金销写剧本 一个笑话8块钱 一个短剧80块 才用了才给钱 刚开始带她的老师刘天次 并不正眼看她 以为王晶是闲的 无聊过来玩的 第一个月 王晶就挣了96块 当时父亲的负担实在太重 王晶特别想为父亲分担 开始拼命写 很快挣到1000块一个月 后来 刘天次给了她一份固定的兼职 让她留在TVB 24岁时 王晶编写了一部电视剧网中人 一举捧红了周润发 1979年的收市达到了300万 相当于今天50点收市 可能是因为 功高镇主王晶 被发配到二线节目 能用的演员也都不甚出名 年轻气盛的王晶不肯低头 写了一本贴错门神 结果立压谢贤 郑玉玲等大咖云集的天红 排名第一 从此TVB再也没有人 敢小瞧这个年轻人 王晶大学毕业没多久就结婚了 妻子是她的初恋 当时已经怀有身孕 为了赚奶粉钱还房贷 王晶开启了工作狂模式 有一天 邵太方一华打电话问她 有没有兴趣续签邵氏 王晶回签导演就有兴趣 签编剧 没有 本来就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 邵太很快开着跑车赶到她楼下 王晶趴在车顶上签调合同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王晶都晕呼呼的 因为当时邵氏的导演 由楚源 刘家良 李汉祥等名流 无一例外的全都是天王级人物 只有她一个矛头小子 王晶拍的第一部电影是《千王斗千霸》 李氏王晶对摄影灯光分镜一窍不通 直到开拍前不久 才虚心向老爸求救 王天林也吓了一跳 拿起陈锋多年的取景器给儿子耐心讲解 后来《千王斗千霸》一举拿下了500万票房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当年邵氏的最高纪录是72家房客 600万票房 然后是李小龙的《猛龙过江》 王晶的第一部作品就赢了李小龙成为第二 鬼才导演名副七十 1987年港姐选美大赛决赛前夕 19岁的邱淑珍本来是夺冠大热门 结果被闺蜜黄英出卖 曝光了她下巴整过龙的历史 一时间风雨满楼 即使邱淑珍拼命地向媒体解释 只是小时候摔到了下巴 做了个手术而已 但也无济于事 迫于压力 邱淑珍退出了比赛 邱淑珍的头号粉丝王晶 得知这一消息后痛心疾首 从看到邱淑珍的第一眼起 王晶就觉得邱淑珍很适合演电影 那时候王晶已经声名在外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 夸张的时候 6到12点在无限拍一部 立马开车去佳河拍到天亮 然后回家写剧本 一连五天不眠不休 也是尝试 还经常边拍边写 有时候开机都不知道台词是什么 王晶就在旁边写写完递给演员 俗称非职载 高负荷的工作 很快拖垮了王晶的身体 35岁的时候 王晶的肝被查出来有大问题 吃了很多药 身体像吹气球一般 飞速膨胀了起来 头发也掉了很多 所以后来和邱淑珍 谈恋爱的王晶 已经没有了年轻时 英俊潇洒的模样 他们在1988年相遇 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是撞邪先生 没有大火 拍了几部都反响平平 邱淑珍懒得再拍了 回去和超级富二代男友 接着谈恋爱 去了一年之后 邱淑珍失恋 打电话给王晶约吃饭 后来就确立了关系 为了捧红邱淑珍 王晶为其量身打造了一部电 赤裸羔羊 然后发布了一系列 特别非常极其性感的海报 自此 邱淑珍火遍湘江 成为了全香港男人的梦想 从1992年到1997年 他们恋爱谈了五年 期间 王晶对邱淑珍极其宠爱 比如吴君如就曾经爆料过 邱淑珍和王晶吵架后 跑到国外三星 王晶就跟了过去 还在报纸上登了道歉声明 只要有电影拍 王晶永远第一个想到邱淑珍 后来 李嘉欣打给刘兰雄争宠的电话录音曝光 里面就有这么一句 你能不能像王晶一样 对我签一百顺 可在1997年 邱淑珍对媒体单方面宣布分手 她说 王晶做了一件伤害我的事情 这件事情至今也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但可以确信的是 邱淑珍从此成为了 王晶心口的那颗朱砂质 2018年创造101 舞台上有个女孩 被网友称为内地邱淑珍 一下子惊动了王晶 她毫不客气地毒舌道 丑成这样好意思说 1999年 王晶在拍《千王之王》2000 请周星驰客串星爷 报价日薪120万 客串七天 一开始 王晶答应了下来 等拍到第六天的时候 王晶开始轰她走 剩下一百多万的片酬 就当送给她也无所谓 后来 向太发起了岛州运动 王晶马上声援 向太说 星爷贪财忘利 截至2010年 王晶已经导演了93部电影 兼致了166部 写了170个电影剧本 彼时她却没有一部作品 入围香港金像奖 千禧年的时候 她说金像奖评奖有内幕 评委主席吴斯元甲公济司 气道尔东升直言 让王晶去死 类似的例子 还有2012年 因为港姐评选的结果有意义 和陈百祥在网上互喷 13年 让电视高官王征滚出娱乐圈 都这一把年纪了 王晶还像个血气方刚的小孩 而似的管不住嘴 在这一场场的骂战中 王晶大多讨不到好处 因为她是网友眼中的烂片之王 著名的屎尿屁导演 这个外号来源于 她拍的一部电影《青蛙王子》 当年票房1800万 与之同档竞争的电影 是英伦琵琶 是一部很高雅的电影 结果被王晶按在地上摩擦 不服气的文青说 王晶只会拍一些屎尿屁 于是这个外号流传千古 一度让王晶伤心了很久 他有12、3年刻意地在电影里 避免提到屎尿屁 但还是摘不掉这顶帽子 后来他顿武了 在他的自传少年王晶闯江湖中 写过这么一句话 骂人的是贪口爽 他根本不在意电影细节 看我的电影是哈哈大笑 回家之后写文章照骂我 再也不把这种评论放在心上 任何人不可能把王晶二字 从华语电影始终删除 但实际上他并没有那么不在意 在知乎上有个如何评价 电影人王晶的问题 他亲自回复道 导演就像运动员 我现在没有巅峰时期的状态 低俗市井 过度娱乐已经成为了王晶的标签 他好像成为了港片一个顽固的污点 怎么洗也洗不掉 但我觉得并没有大家想得那么不堪 他也有很多不错的电影 不可否认的是 他是一个既有才华的人 就是他入行的初衷是为了赚钱 年轻时帮家里还债 长大后又要还房贷 一直都在拍商业电影 衡量商业电影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钱 我们的文化是休于谈钱的 就是要谈 也要服以梦想敬业文化的前缀 像王晶这样 把钱资不加修饰的刻在脸上的人 真的低俗 也很坦诚 他是一个十分成功的电影商人 也是香港电影最后的绝佳 在港片一蹶不振的今天 郑泽氏等香港演员 非常感激王晶坚持开机拍烂片 养活了一大票的香港电影人 才让港片不至于完全消失 是王晶导演 一直坚持一直坚持 开空拍烂器 再说王家卫的电影水平够高吧 可是他大部分电影都是亏钱的 大部分人其实没有那么高雅 我们总能轻易地被使尿劈斗笑 容易被王晶拿捏得死死的 一边喜欢看王晶的烂片 一边骂王晶 可能只是无法接受自己并不高雅的这个事实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这里是洞见人物 喜欢我们别忘了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觉得没有低不低俗 只有有没有人看 你高上几点 可是没有人看 就比低俗更惨 我愿意用通俗来代替低俗这两个字 我觉得低俗两个字是很多拍文艺片的人 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而故意用的 实在我觉得通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说法 嗯